以下嘉賓訪談環節 是由鹹市金融有限公司為你帶來 鹹市金融是加拿大成功人士 理財規劃的首選 大家好, 歡迎回來 五點十一分的活在五點 在今天的廣東話嘉賓訪談環節 會介紹一個 接下來的補石及礦石的箭銷會 首先介紹今天的兩位嘉賓出場 今天很高興 我們請到市嘉寶 礦石及礦物質的學會的代表 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一位就是Teddy, 一位就是Derek 首先歡迎兩位, 你們好 謝謝 歡迎兩位 我知道了, 其實你們這次上來 主要想說一下 已經舉辦了很多年 一個補石及礦石的箭銷會 我們先不說這個展銷會的內容 因為我很想問一下 這個展銷會 其實是由一個Scarborough Club 去舉辦的 是主辦的 先問一下 其實Scarborough Club 是一個什麼的Club 我們是一個非牟尼的組織 已經有50多年了 相信這個展銷會 都是你們Scarborough Club的重頭戲 沒錯 是嗎? 因為我知道 其實補石、礦物質、礦石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都離不開手飾 為什麼今天上來會是兩位男士 想問一下你們 其實我們的會有部分 很大部分都是一些礦石 是愛好者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兩位對礦石都是很喜歡的 是, 沒錯 好, 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Derek 因為見你年輕人 但其實你對礦石 已經有認識很多了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你的興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掘的 其實我幼稚園那時候開始 這麼厲害? 我以前是喜歡在那個Playgram那裡玩 那偶爾我會帶回一塊石仔回來 那我爸爸其實是做電的 他知道其實這些是硬碟 不過我不是問… 那時候我不是問那個帶的那個… 那個石, 即是石 其實硬碟有三個東西 有砂、有石仔和有石仔 其實我是在問這些石仔 所以我翌日又帶回一塊石頭回來 我發現我們要去圖書館借一些書看 認識一下石頭 因為我是從香港過來的 我是完全對石頭沒有知識的 那原來發覺去圖書館借一些書看 發現原來有一門學問叫做礦石學 那我們就開始研究了 看書了 那很幸運有一次路經 我看到一個展銷會 Jab的展銷會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礦石這件事 我只是想賣一塊馬路的片 來做一個塗石的蓋子 的蓋子 我進去後 原來那些礦石是這麼漂亮 這麼特別 從書本上的 是比書本上多很多 剛剛我們現在的Club 現在的Scarpool Club的會長也都在 我跟他談完之後 原來加拿大有這樣的會 我們可以安裝這些會 有這麼多人喜歡這種東西 就一起研究一下礦石 是的 我知道你們的會 除了會一起研究一下 你們喜歡的礦石之外 還會有時一起做一些 比如手工藝 好像做一些小手式 這樣 是的 譬如這個是一個Wiring的work 很多時候我們將一些 銀或者包金的線 讓我先拿給大家看看 將它繞了一個圈 然後用鞋子鞋開了一個ring 我們叫做Drum Ring 將Drum Ring鞠鞠鞠鞠鞠鞠鞠 如果你反轉 你會看到這條龍的身 然後打拇鞋ereye聯 printer 甫多餐 或營造是每個 expe 但是今天跟手 ha 這條鬧鏈的 礦石的展銷會 是你們Scarboard Club 每一年的重頭戲 你們都用了很多時間去籌備 是的 我們每一年做完一個展示後 就籌備另一個展示 來到今年已經是第45屆 其實我覺得 好像在華人社區 比較少聽到這個會的宣傳 或者這個展銷會的宣傳 沒錯 因為… 你可以說一說我們會有多少人呢 我們的會有接近150個人 之中有25個華裔 所以現在比例上少一點 變成的展示比較少 不過不要緊 因為今天上完這個節目之後 相信很多家庭觀眾 都會開始留意到你們的會 以及你們接下來的展銷會 先說回接下來的展銷會 你們有多少個參展商 我們總共有22個參展商 大部分都是抗石的參展商 抗石會來自世界各地 其中一個是專門賣中國的抗石 寶石及抗石 相信抗石在裡面 都會佔了很重要的一環 會不會有些寶石的參展商 是專門賣這些貴價東西呢 有的 有些參商是賣一些剪掉的石 就是… 切割了的 切割了的石 其實我也知道 一聽到展銷會 可能一些人都會覺得 是跟商人有關的 跟普羅大眾好像沒甚麼關係 想問一下 這個展銷會又是怎樣的呢 反而相反 多數都是一些普羅大眾來買 或是對這些人有興趣的人來買 那我又很想問一下 通常對寶石或礦石有興趣 是否以女士居多呢 我都相信是的 但是譬如這些切割 要用到機器去做 就比較男士做多些 不如我介紹一下 這個桌面有幾塊石 其實都是這個… Horn Corral Horn Corral是一種… 珊瑚 中間這個就是安省的珊瑚 比較沉悶一點 黑色、黃色 另外呢 這一塊就是… 是一塊有紅色的珊瑚 另外軟邊的一塊 就是一塊切開了 你看到有些粉紅色在那裡 我們將這塊石磨成一個桌 就像這個… 這個蛋面的桌 就是剛才看到紅色的珊瑚 加拿大安省摳布市的銀礦 綠色三角形那塊就是密芝根州的銅礦 藍色那塊是Bankov的蘇特麗 我想她十多歲,十多歲的時候 一天突然拿著一塊石 說我想剝掉那塊石 我想剝掉那塊石 我幫她一起剝掉那塊石 其實聽得出你是一個很好的爸爸 因為一般小朋友可能就這樣拿著石 回家給家長說要剝掉 家長會覺得… 你也傻,放下吧,不要搞那麼多事 可能是你才會這麼努力 跟她一起研究一下 這塊石究竟是什麼 不如我們一起做小手工 其實挺有趣 算是一個很好的親自活動 當然了 我想問一下兩位 因為照你擺桌面這幾塊石 其實他們除了欣賞的價值之外 他們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是這麼吸引到你們 因為一般我覺得 這些石你做了手飾 或者做了一件物件 你才有這個鑑賞的價值 對於對礦石完全沒有認識的人來說 我想問一下你們 這些礦石其實還可以用來做什麼 很多時候欣賞礦石 外國人欣賞礦石 跟中國人有一個不同 外國人欣賞 它的自然的crystall structure 我們稱為的晶體 譬如一塊黃銅礦 它可以是一個正方形的晶體 也可以是一個奧述的晶體 所以特別之處就是這裡 它全部是自然的 沒有經過雕採 即是欣賞一下它天然而成的製成品 我知道這個戰銷會 除了有很多不同的參展商會參展之外 還有一些工作室 給可能一家大小去做 是嗎 是呀 不如你介紹一下Derek 介紹一下 接下來這個展覽會 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我們有些活動 我們有三個給兒童做的活動 第一就是Kids Court 我們之前已經準備了放了一些石頭 即是礦石在沙堆那裡 而小朋友可以細細地找一些石頭 好像桃金一樣 不過是找礦石的 類似的 OK 挺有趣的 這個 也有這個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其中一些工程會教一些小朋友 準備一些花石 是 花石瑜 花石瑜 就是來自Wyoming的 另外我女兒負責了一個 Make and Take的Session 剛才看到的照片 就是她的Session會教一些小朋友做的手工藝 即是可以直接做完手工藝之後 就可以拿回家了 沒錯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有什麼活動給小朋友呢 因為看到的票價是有分成人票和小童票的 所以我都估計了應該會有些活動給小朋友 其實這次的入場費一點都不貴 是的 就是五元大人,一元小童 我們其實主要的 我們的會主要就是推廣這個 hobby 其實怕不怕會悶到小朋友 帶他們這麼小的時候來看石頭 可能他們未必懂得欣賞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呢 他由六歲開始參加這個會 我想多數都不會 不過其實都是看家長怎樣灌輸 如果可能是從一些工作方法認識的話 可能興趣就會大很多 今天謝謝兩位上來跟我們談了這麼久 如果各位家庭觀眾 有興趣去到第四十五屆的 寶石及礦石的展示會的話 也可以去到螢光幕左下角的網址 瀏覽然後看看更多的詳細資料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你們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會在五點再見 好 我還坐ken 明忘年四月 你可以閉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